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中国的金融啊 跟美国华尔街金融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很多管金融的干金融的 是从华尔街那边过来的 所以到这不来以后呢 人家就带回来那边习惯 这就像 有人从镇上过来 到了村里说镇上的人的韭菜要这么吃 青菜要这么炒 有些从美国镇上来的人认为中国金融就应该这么玩 所以我们就没少玩啊 什么都玩了 金融衍生品啊 复杂的金融工具我们都干了 但是大家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 中国现在呢 从上至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中国金融极强的人民性的特征 就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啊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以及 可以预见的将来 中国的基本金融资源 如果我跟你说为人民服务 你说我在讲金融的时候讲大道理 那就讲个小道理或者就不讲道理 咱就讲个事实吧 中国的基本金融资源哪来的 最大百姓的储蓄呀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啊 我们基本金融资源 离不开人民群众存到银行的储蓄 我存钱就是支援国家建设 有人说啊那你说的是 储蓄所呀 你说山银行啊 你说的村镇银行啊 你说的是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什么华建银行啊 不光是这样 不是光讲 银行的储蓄 资本市场也是如此 资本市场的基本盘是不是 把储蓄转换为投资 谁把 储蓄转换为投资 是不是老百姓 包括老胡在内的大量的中小投资者 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就能市场的散户 草民 几万几十万那存到银行里边的一个基本储蓄 不用谦虚呀打牢这个基础是做出重大贡献的那反过来 中国金融基础首先就应当 用人民日报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纽文新文章的观点就叫做 理所当然应当 倾斜于 用之于民 你把这事理顺了 你就监禁这么干 这就叫做维护人民的金融利益 这就叫中国金融的 人民观 这就叫中国金融要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 我看纽文新最新写的篇章 就想这个道理讲的透啊 正是因为这样的特色所以中国金融不能照搬华尔街金融行为呀 因为人家是白宫你是故宫故宫不是白宫白宫不是故宫啊 因为华尔街wallstreet 华尔街金融行为 跟咱不一样 华尔街人不讲为人民服务 他基本金融资源不是来自人民群众啊 华尔街金融行为完全是 第1 金融自由化 第2 金融资本至高无上 第3 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 弱 弱 弱 强 强 实 这三条 决定了 华尔街的金融 玩的花 华尔街的金融 必须玩出一个境界来 我问纽文新说 你说境界这说字什么意思 他今天就是在资本主义金融这个制度下 必须弱弱强 必须收割韭菜 必须把小投资者给你弄他一个倾家荡产 这就是华尔街金融的特点 这在中国不行 我特受启发 说的对呀 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研发 金融衍生品的设立 以及包括中国的一些搞金融的人说起来就叹为观止的美国的金融技术 他就是为大资本服务 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弱肉强势的产物 但中国就不能这么干 你平常说让人美国就这么干 美国就不讲公平公正 美国就金融 就就把你胡来吗 那司马南你是不是为了反美 故意说人坏话 你美国有个小房子 我很多朋友把老婆底下来喊 小房子 我以前我还解释 现在我就不解释 我一看我也听搞笑的 小房子小房子 对对对 小房子放在这我检讨完了啊 然后来给你解释 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美国那老太太 白发苍苍 那老太太叫耶伦 美国财长又要来中国了 来借钱 take some money please help me 我们现在说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呀 大家发现了没有 无论说辞多么动听 无论金融衍生品呢 这个东西打扮的怎么漂亮 本质上都是隔壁网奶那说的 一张白纸上 乱小刀喀着 窟窿眼就是亏了 这纸都滑漏了 他能打包卖了 这就叫金融衍生品 把窟窿把债都卖了 卖到全世界啊 所以牛文心他论证了半天 讲了个大道理 金融衍生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 比如说金融大鳄通过金融衍生品 干嘛卖啊 你自己拿手里不就完了 既然他值钱 你干嘛卖给别人呢 你自己误着他不好吗 不行 金融大鳄这误着一大堆金融衍生品 他不砸手里了吗 所以要分散自身风险 所谓分散自身风险 就是要把风险转嫁给其他的投资者 咱们小时候都玩过丢手件的游戏 丢手件丢手件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边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抓住他 这不一样我们就把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 第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降低自身风险之后 继续制造风险 制造风险能赚钱呀 这个坏心眼的大夫 他不给你治好病 他给你留个根 然后接下来赚你的钱 制造风险制造内心恐慌 然后从这扎钱 道理是一样的 最终的结果是 一金融大额风险可控 第二金融大额的风险有政府救助 第三金融风险在全世界引爆 这第五是最重要 在金融风险的情况之下 金融大额制造风险 赚了更多的钱 全社会全世界买单 就问一件事儿 美国的这套操作中国人能学吗 人家在危机当中赚的波满盆满 所谓金融危机绝不是简单的金融事件 不是个技术问题 那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球的老百姓 被华尔街被金融大额给收拾了 给割韭菜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注意最近 证监会新任掌门人吴清的一系列讲话 就是中国的金融 绑管金融 中国的金融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统 好了这期就说到这儿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工艺 毕竟视频 再见 再见